欢迎订阅中国体育比赛传奇 一起为中国运动员加油 国庆假期游泳奥运冠军汪顺在杭州逛超市 被很多网友认出来 有趣的是面对网友上前搭讪 还没等对方问出汪顺两个字 汪顺本人就马上否认 我不是 在刚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上 汪顺夺得了200米个人混合泳项目的铜牌 虽然未能未免该项目冠军 这位泳坛老将依然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而在赛场之外 汪顺凭借着俊朗的形象和温和的性格也稀粉无数 国庆假期里 有网友在杭州渝瑶区的某超市中偶遇了汪顺 他佩戴着口罩推着购物车在买东西 汪顺推着购物车 十分休闲地边走边逛 似乎在挑选一些卫生纸 在经过红酒区时 还在向售货员询问相关的问题 对于汪顺购物的经历 一位在现场的网友表示 是汪顺 我还问他了 我说你是不是 他立马就说 不是不是你认错人了 好像还说了句只是长得像 我还没说是谁呢 你怎么说我认错了 想到可能不想被认出来 就没有再讲话了 太帅了 否认我的时候我都没敢看他 这位网友还表示 他应该再问一个东西在哪里 被问到的服务人员没有认出他来 有网友评论到 顺哥就简简单单逛了个超市 被拍了一路 实在是身材太惹眼了 偶遇汪顺的网友表示 就这身材 怎么可能认错 满超市找不出一个190家的 还身材这么好 声音也好听 对此网友们纷纷表示 顺子着急否认的样子很心虚 对他身高一下子有了识感 老顺太可爱了 什么此地无银300两 这个身高很难不注意 大家觉得汪顺可爱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